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現在要講解的這個是InfoBox的產品 這個產品是我在2003年的時候 創業的時候賣的郵件伺服器 那因為現在都在做網路行銷的工作 所以這個郵件伺服器已經比較少針對企業在販售 不過裡面它有一個功能是針對電子報的大量發送功能 我覺得這個在網路行銷裡面個人也可以使用得到 我在這邊講解一下 裡面有一個群組信件派送的功能 那第一步就是在群組派送的設定這邊去新增你要的群組 所謂的群組就是說 這個群組裡面可以包含最多到1萬個電子郵件的名單 那你寄給這個名單的群組名稱的時候 那這個群組的1萬個人都會收到你的信 好,我現在來新增一個 之前這邊新增很多個 我按其中一個 比如說這個 電腦公會的名單好了 好,這個群組名稱你可以自己定義 就是這個你自己看得懂的就好了 然後這個群組 虛擬群組的帳戶帳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寄給這個computer 然後小老鼠你自己本機的domain name 那這個email收到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寄送給這些 可能是最多你把它輸入1萬個 一行一個email 那它寄送的時候呢 不是像outlook那樣子一次寄給1萬個收件人 而是它會模擬你一次寄給一個人 然後連續寄1萬次 而且它每隔兩秒鐘才會發送一封 好,每隔兩秒鐘才會發送一封 那為什麼呢 最大目的就是說 你如果一秒鐘之內就發送出數十封上百封的話 那大部分的電子郵件會把你視為垃圾郵件 就會自動把你啟動那個阻擋機制把你擋掉了 所以與其發的那麼快 但是發不進去還不如一封一封慢慢發 所以系統會間隔兩秒鐘 那這個兩秒鐘呢 是系統制定的 你沒有辦法去修改 好,那怎麼設定呢 在虛擬群組帳號裡面 你必須去填一個自己定義的電子郵件的名稱 不含小老鼠和domain name 好,那這一個 這樣我們就把它視為一個本機的電子郵件的意思 然後呢,誰可以寄給這個電子郵件呢 必須去做設定 允許寄件認證帳號是service 好,那就表示說 這個service當成寄件人才能夠寄給這個computer 那寄給這個computer的時候呢 這一萬筆電子郵件就會收到信 好,所以呢 這個computer跟這個service呢 其實都不可以有重複在這一台電子郵件伺服器裡頭 這個info box它本身是一台多功能的電子郵件伺服器 大概也可以架設網站 那也可以架設 也可以收發自己的domain的電子郵件 那在使用者管理這邊呢 就會有去設定很多個帳號 譬如說我剛剛那個service帳號就是在這裡面的其中一個帳號 好,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service帳號 那所以呢 剛剛在發送的時候啊 假設那個computer在這個帳號裡頭也有computer的話 那是不行的 這樣就重複了 好,所以這個computer帳號呢 這個虛擬群組帳號呢 不可以跟現有的使用者管理裡面帳號有重疊 有重複是不行的喔 好,那要怎麼使用呢 其實很簡單喔 可是我現在沒有辦法馬上示範了 因為一旦寄出去之後 這一萬個人就會收到信 那我可以大概操作一下 就是說 好,我進入webmail好了 好,然後我的寄件人一定要service喔 因為剛剛這邊有 寄件認證帳號是service 所以我用service登錄當作我的寄件者 因為這是一台電子有鍵伺服器 所以我現在登錄的是webmail 那你就把它想成是那個gmail的畫面就對了 一直是一樣的,只是介面長的不一樣 好了,登錄之後呢 我可以在電子信箱這邊 然後按發送郵件 好,這就是一個寄件者 好,那這個寄件者呢 就是這個service 然後收件者呢 我就輸入剛剛的computer 好,你會看到這個sumgap.com.tw 是我自己的domain name 自己的網譽 然後這個寄件者呢 也是我自己的網譽 這樣等於說自己寄給自己 公司的其他員工的意思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剛剛這邊呢 已經給各位示範過了 我剛剛這邊 其實呢這個 這個 本機的 電子郵件信箱 它裡面內含的 email其實就是這些 你可以輸入1萬個 好 那所以呢 在發信的時候啊 它發出去的就是 收件者其實只要一個人就可以了 就是剛剛的computer 好,那竹子寫一寫啊 然後內文寫一寫 按發送 這時候呢 就會每隔兩秒鐘 發送出去 一封信 好 收件者就是這些人 每隔兩秒鐘就發給一個 每隔兩秒鐘就發給一個人 好 所以你不必擔心 每一個人收到的時候 會看到別人彼此之間的電子郵件 是不可能的 好 因為它是模擬 用程式去模擬 你自己在發信 一封一封發信的狀態 不是說用那個收件者一次夾帶好幾個人 不是那種模式哦 好 這個就是 InfoBox 群組派送的設定功能 那 為什麼 要允許基建者認證帳號呢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只能夠允許這一個service 才能夠發給這個computer 你想想看 如果你沒有去限定的話 那 隨便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發給computer的話 那是不是 這個系統就完蛋了 今天駭客隨便一知道 這個computer帳號 他一拆到這個帳號 隨隨便便寄給這個帳號 然後這1萬個人就收到信了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而且你的伺服器也會掛掉 因為每天都被發送好幾萬封信 甚至幾十萬封信 你的伺服器一定撐不住 你的頻寬也會撐不住 好 那發送的時候呢 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在發送鑄列 發送鑄列這邊 它會秀出還沒有發出去的信件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發所以這邊都沒有東西 正常的話這邊是清空的 就表示全部發送完畢了 然後發送紀錄查詢這邊呢 你也可以去看到 哪些已經發送出去了 這邊會有紀錄可以看得到 好這個群組呢 它可以設定很多組 它可以設定很多組 所以假設你一個群組裡面1萬個人呢 那10個群組裡面就有10萬個人喔 那你一天能不能發到10萬個人呢 這要取決於你自己的系統的速度夠不夠快 然後還要取決於你的頻寬夠不夠大 那最後呢 還要取決於你的電子郵件的精準度高不高 假設說你的1萬封電子郵件裡面呢 裡面有5000封都是不良的電子郵件帳號信箱 什麼叫不良的呢 就是說那個電子郵箱可能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可能已經過期了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喔 所以你那個電子郵件的信箱如果夠準確的話 那每一封都發的進去的話 那就不會有很多信件在排隊助列 什麼叫排隊呢 就是郵件伺服器跟郵件伺服器之間 他們在發送信件的時候 比如說A發給B 那A伺服器發給 比如說Gmail發到Yahoo好了 那今天Gmail發給1000個Yahoo信箱 可是那1000個Yahoo信箱裡面可能有100個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或者是已經停權了 結果伺服器一旦寄不進去的時候 對方Yahoo就會丟一個訊息給Gmail說 這個信箱不在 或者是這個信箱有問題 那Gmail沒有馬上寄過去的時候 他就會Q信 所以Q信就是說 他會retry 就是從可能會每隔10分鐘或每隔15分鐘再寄一次 連續寄4次或5次 甚至連續這樣子一直try3天 然後才會真的把那封信丟掉 不要寄送 那這樣就會耗費大量的資源 所以說為什麼收件者的電子郵件信箱準確度很重要 好 以上就是群組派送設定的功能